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9月3日的夜晚 又和大家做桑普論證 希望大家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和利用superganser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 今天就有好幾宗新聞和大家說 比較雜一些 也都比較多一些 我又怕流入不想分開不同的環節 和大家說 希望一集過和大家分享今天的重點新聞 我覺得重點的新聞 由賴清德講起 接著我們會講到香港今天發生了兩件 兩三件比較重要的事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首先講賴清德 那為什麼台灣的事情和香港有什麼關係 太有關係 因為台灣大家知道 李登輝時期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陳水編時期的中華民國是台灣 蔡英文時期 現在有新的論述 去到賴清德的時期 台灣是中華民國 記住陳水編時期 中華民國是台灣 現在是台灣是中華民國 我想這種說法 可以這樣說是一種試探 即是說今天做一些事情出來 台灣要邁向真正的法理台獨 有很多里路要走 可能有些地方要走得慢些 有些地方走得快些 尤其最近你看到 11月5日美國大選 下屆的總統47人總統1月20日就職 誰都不知道 台灣能夠現在做的地方 是摸著石頭的河 可能進兩步的論述 之後退少許 再進兩步再退少許 等待美國的選舉結果 我當然會認同法理台獨 是台灣的很重要的一個要追求的目標 它當然不是唯一的目標 我們還要反共抗中 但是台灣確立自己獨立地位 正常國家 明白到我們的版圖 不是幻想中的中華民國 又幻想蒙古西疆 新疆西藏 香港澳門 山東 上海 北京 廣州 就說什麼貴州 什麼雲南 全部屬於自己國家的範圍 我想你問2350萬的台灣人 沒有一個人會答應這件事 奈何 現在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會然之有憲法之餘 有增修條文 有所謂的港澳條例 兩岸條例 搞到很多地方不倫不類 台灣不會視香港為外國 它視為自己國家裏面的港澳地區 它不會視北京、上海、深圳、廣州 外國會視為自己國家裏面的大陸地區 結果很不倫不類 換言之 你根本分不清楚自己國家的邊際 然後中國提出一個中國原則 之後逐漸說不是兩岸同屬一宗 是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就將你套得牢牢、套得死死 而現在 那幫國民黨那幫混蛋 繼續說 支持台獨的就是跟共產黨完全等同起來 其實這一幫國民黨的走狗賣國賊 才是台灣的癌症 他們跟共產黨組成洪南亂 繼續在這裡示弱台灣 面對這個局面 賴清德總統走得比蔡英文更前 他跟蔡英文是有分別 我也跟若干 就是一些 他們裡面的一些人士 談過這些問題 事實上賴清德要走的道路 是跟蔡英文是有分別的 當然蔡英文是卸任總統 他沒有辦法說任何的事情 即正如李登輝卸任 都不會說很多關於陳水斌的說話 OK 彭明敏當時選輸了 都不會不斷唱李登輝 是不是 很多東西就不可以用 就是你在其為謀其正 不在其為 尤其你做過總統八年時間 現在當然不能夠多說話 肯定今時今日 賴清德所做的路線 跟蔡英文是有所不同 整個論述是怎樣的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 他接受電視頭專訪的時候 說中國如果要維護領土主權 應該收回俄國被佔領的土地 他說中國要併吞台灣 其實並不是為了領土的完整 如果真是為了領土完整 他為何不拿回俄羅斯佔有的愛雲條約 所簽署的土地呢 江東六十四團 整個外蒙古 不要說俄國愛雲條約 整個外蒙古 伊勵條約室的土地 尼布楚條約室的土地 北京條約室的土地 再跟著下來 和印度中印邊境的地方 為何不打印度呢 在緬甸在越南 失去的土地為何不拿回來呢 雕魚台揮軍直入 打敗日本的自衛隊 為何不做呢 金仔長白生天池 你毛澤東割給他 為何不拿回來呢 等等等等 這些說法 他無從逃避呢 對嗎 意思是說 他對台灣的厭制 並不是為了領土完整 即為了領土完整 他收回外運條約 外運條約大過台灣N倍 為何不收回呢 收回 現在要收回 接管 為何不收回接管呢 現在俄羅斯是最弱的時候 現在打俄烏戰爭 你清朝的時候 所簽的外運條約 中國現在可以跟俄羅斯要 可是你 習近平 不要 所以很顯然 他不是因為領土的關係 而來侵略台灣的 OK 所以說收回台灣 是維護領土主權的論述是錯的 他的談話隨即引起路透社 英國衛報 美國新聞周刊等 5億國際傳媒的報導 多個社交平台也都轉發訪問內容 很多網友是以簡體字留言 台灣領導人的水平 為何那麼高呢 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讓習近平去打我爹 即是當真 這個就是打射打七寸 將習近平的最弱點打下去 應該煽動在中國裏面對習近平的仇恨情緒 哪個賣台就很簡單 寫個千日無悔的書的情長前輩 問一知一千日 為什麼得罪江澤民 當時他在新加坡海峽時報的時候 很清楚他講明 江澤民和俄羅斯普京 達成一種所謂的邊界確定 而基本上確定了賣國 以前那些愛媛條約 尼布楚條約的地方 為什麼不把它收回來呢 為什麼不把它收回來呢 一寫出來 江澤民派系那些人 即是基本上動用很多權力 抓了他 找了他一千日 才是黑房 之後呢 可以比較舒心一點住 但基本上越來越 即是基本上全程是沒有自由的 之後放回他 當時香港很多立法會議員 跨黨派也讓情長能夠回家 聲音黃絲帶 李慧寧當時做商談的節目 大家知道這也是歷史 我只是說 每一個人他們都會說一些話 而共爭當時為什麼要抓情長 心虛 不是有些人說情長是一個間諜 共爹 是不是 即是 你去老屈的話 要講證據 OK 如果你要說屈情長是一個共爹的話 說真的他不需要這樣 是不是 他做了些什麼 不需要你覺得他一個共爹 是 所以我就說很多東西大家要睜大眼睛看清楚 好了 說回這個 賴清德的說法 打得很準 如果按照以前千禧年代的標準 抓情長 應該抓了 賴清德去 你抓不到 因為情長就說 你江澤民和普京 但是整個邊界確定是協議 正式 割釀了 有爭議的土地給俄羅斯 賴清德應該說 你這樣的說法 你應該拿回 你為什麼要用這個地方來確定邊界呢 就是換言之 什麼領土主權的完整 哪個地方自古以來屬於中國 那蒙古 外蒙古 或者北蒙古 是不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呢 鯛魚台 是不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呢 黃岩島 是不是自古以來屬於中國呢 現在被台灣佔領的太平島 今天又怎麼樣呢 菲律賓 越南 印尼 占領的島嶼又怎麼算呢 緬甸 印度 巴基斯坦 一直到哈薩克一帶 占領的土地又怎麼算呢 什麼自古以來 用元朝的 明朝的 清朝 哪一個古 不斷變化何來 什麼自古以來 自古以來就是 黃河流域 華山 是不是 那一大地方 就是這麼多 自古就是這麼多 那你其他地方養給別人 香港自古以來都不是屬於中國的 如果按照這個道理 那你只是黃帝癡友 和香港沒有關係 我們這些叫藍蠻 是不是 那和你什麼關係呢 所以就說 共產黨是沒有辦法有任何清晰合乎邏輯的論述的 但是賴清德說這句話是有意思的 他說呢 你為什麼不拿回俄羅斯佔有的愛媛條約的土地呢 意思就是說 今天你不要厭置台灣 你說的所有的論理 什麼叫做territorial integrity 什麼叫做territorial integrity 全部都是 It's bullshit 根本的原因 是因為你自己 要想侵略 並吞台灣 你的野心在那個地方 什麼紅線啊 根本利益啊 不能如月的紅線啊 其實全部都是你說的 是吧 跟中國本身 他的所謂中華帝國 本身的土地沒有關係的 那當然這樣的說法呢 是很清楚就是說呢 牽現出那種 倫理 和那種 原則的堅持 我覺得這個是好的 當然我知道蔡英文的人 認為這個呢 哎呀有些太超過了 嗯 未必是這個 是符合和平的想像 或者是挑釁著中國 但我覺得是應該要這樣做 逐步向這個方向走 有時走兩步 或者走三步 退一步 然後再走四步 退一步 再走兩步 退一步 而現在去到11月5號 或者1月20號的時候呢 還有空間 盡量去試 盡量去闖 盡量形成一個既定事實 讓美國接受 讓你美國不會反抬 如果川普有行當選 就大步向前邁進 如果卡馬拉哈里斯 哈同志當選的話呢 可能又倒退回蔡英文的路線 所以其實呢 台灣真的很講命運的 就是要看國際局勢怎麼跑 有時候國際局勢 時不理系追不勢 你沒有辦法呢 一刻之間去到那個地方 最後就是 便面都不討好 你沒有辦法達成自己的弘怨 台灣要自己的勝章 基本上有三個條件 一個政府 肯有智慧地去坐 就像當年的李登輝一樣 第二就是說 其實我看到是 賴清德身上有這樣的影子 他會不會好像李登輝那麼厲害呢 我們看看 我就未必 預期他會好像他那麼厲害 但是你有他一半 收貨啦 蔡英文 哈哈哈哈 那你說跟著 另一方面 國際局勢 完全大家有一個共識 台灣應該獨立 我想慢慢這幾年已經形成這樣一個共識 法理獨立 建交 共同防禦 這些是慢慢可以做的 當特朗普要求你 保險費或者保護費 交錢買防禦 台灣可以將這個 擺上自己的議程上面 agenda和美國討價還價 你要我由GDP2.5% 6千億的台幣 增加到1.2兆台幣 即是GDP5%得 時間表路線圖 和我得到些什麼 逐步和美國說 絕對是對的事 即是right thing 第三 最重要的是 是台灣2,350萬人 願不願意走向法理台獨 這樣東西的話 是有很大的可塑性 現在未到 但是 賴清德慢慢形成這樣一個氛圍的話 是一件好事 我們講很多年的獨立 講香港也很獨立 有很多萬成的朋友831 想像香港獨立的情況是怎樣 非常好 我們繼續往那個方向探純 探純 探純 台灣也都向這個方向走 你不願意 你不同意 要什麼中華民國體制 各位 第一 你中華民國派的這班人 你哪個時刻講過反攻大陸呢? 你做過什麼去創造有利反攻大陸的條件呢? 這個就是我一直問這班的人 如果你不是 然後又要賺韓國瑜 賺馬英九 賺傅昆琦 你吃屎了那些人 那些人死都沒有用 死了都沒有用 我只是說 共諜要清除 於父的蠢蛋要清除 做事的人 三類人要搞清楚 完全清除 一類是貪狼 騙子 第二類 是共諜 第三類 是蠢蛋 三類人不可以和他與之為伍的 否則的話 周身矮 賴清德 堅逼清野 清心直說 我覺得這番說話 可能被一些中間派 或者模糊派 視為一種挑釁 但我認為 是叫做盡兩三步 之後留有餘地可能退回一步 之後再盡兩三步 我覺得這句相當好 好了 賴清德的說法 引起了獨立路透社 英國Guardian 衛報和美國新聞周刊 Newsweek的注意 當社交平台的轉發 訪問內容 不消磨問題 以減體字評論 剛剛講過 台灣傳媒 引述不具名的國安官員說 賴清德這段談話引來高度的討論 不僅是因為打倒中國的痛點 而是點破了台海問題 是中國拿來成就威權主義的藉口 當然他要突出的台灣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以前說過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抵屬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而這一點的話 基本上是台灣為主 和扁時代的中華民國是台灣 反過來說 意義是不同的 他突出了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台灣本來就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部分 台灣是中華民國 這個主詞授詞導致 看得很清楚 即將扁時代的主詞授詞導致 可以這麼說 他突顯台灣 壓低中華民國的地位 因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有中國的聯繫 他把這種灰蛇草繩 一些虛線的關係 抹除台灣才是真正的主題 不要再說中華民國在台灣 是台灣 是台灣 中華民國台灣 反過來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意思就是事實上的台獨 現在暫時的國號 就稱之為中華民國 無論雙十國慶 其實這個國慶都很奇怪 孫大豹將國慶定在元旦 袁世凱將國慶定在雙十 這些人和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莫名其妙的 所以我就說 我們慶祝的真正的台灣生日 還未出現 我不希望二二百 因為這是雙口日 希望終有一天 真正能夠有 國家正常化的一天 會真的出現 而台灣真正邁向法理台獨的情況 會出現 賴清德說 我身為三軍總統和三軍統帥 我的第一項使命就是 確保國家的生存發展 有主權才有國家 有台灣才有中華民國 有主權的話 我們絕對不能接受 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 因為你一旦接受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原則 就等於讓導台灣的主權 即出賣台灣的主權 今年是美國總統的大選年 北京會不會借錢去美國施壓呢 以為賴清德的講話令兩岸局勢緊張呢 從2017年美中的地緣政治對抗之後 情勢已經出現轉變 美中關係不同 賴清德可以順勢而為 而蔡英文遲到了八年的事情 賴清德終於開始做 過去之後中國對於美國就台灣施壓 美國感到不高興 在中美關係的問題 台灣有時在扯後腿 所以美國就是抑制台灣 但是現在政策完全不一樣 中國向美國不斷施壓 美國直接和中國反應 都是一在保證 六項對台保證 所謂的美國的台灣關係法 OK 這是基本的原則 但是美國對台灣不像以前那樣施壓 看起來美國還挺希望台灣能夠繼續對抗中國 所以看得到整個格局有所不同 情況亦都有分別 所以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 陳水平的中華民國是台灣 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 現在變成台灣是中華民國 這個就是賴清德的新的做法 我可以這樣說 這番說話 他就是在張瓦琴 即是台灣一個年代新聞的電視台 這個名嘴 一個主持人 在瓦琴看世界上說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823的說法 他這樣說得很清楚 中國想拿台灣 不是因為賴清德或者民進黨 是因為他想挑釁整個國際秩序 他想改寫整個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 並且成就的霸業 他的目的是拿台灣 他斷了美國第一道鏈 控制太平洋的西半部 換言之日本、韓國、菲律賓盡在他的狼中 挑戰美利堅世紀 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東海、南海、印度 甚至在台海煽動多項的衝突 這些東西完全不只是為台灣 是為全世界 是共產黨整個邪惡的目的 就是想血洗、侵略、控制 全世界成為全世界的霸主 這個春秋大夢來做的 當然他沒有能力做 沒有 他沒有野心做 有 一直有 依然有 繼續有 所以我們對於共產黨的謊言與暴力 必須要提高警惕 而現在講清楚 並不是因為你中國共產黨 有任何所謂的主權領土完整 你要打台灣 台灣不是你的 你是併吞、侵略、寄遇、想食台灣 破壞規則、侵略世界 希特拉、法西斯、默索里尼、史太林、毛澤東 所有這些人的結合體 惡靈的化身 希望大家要搞清楚這件事 反共才是硬道理 抗中才是硬道理 台灣 已經事實上獨立 逐步 要順勢而為 邁向法理台獨 好了 不喜歡聽的 你繼續幻想你的中華民國的美夢 可以的 你繼續幻想 But let me ask you Is this real? 你去到十四億人的地方 他們真的覺得 希望黃絲歸來 還是你的想像入面 第二件事 你這樣的說法 得到多少台灣人的認同 然你反共大陸的夢想 有沒有繼續有呢 如果有 講清楚說明白 到今天 我看不到任何一些支持 這個所謂的國民黨的人 或者國民黨員 會告訴大家 我要反共大陸 無妄再舉 我們打回去 不管美國那麼多 打回去 你的路線圖 時間表 你不能說說字 OK 所以這班人 已經成為舊時代的一個寵兒 而今次的時代 面對現在二千三百五十萬人 基本上是一個笑話 你可以繼續做這個笑話的人 繼續溫存你自己 活在五六七八九十年代的幻想 但是今時的時空 已經事不外遇 不要跟我說現在的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 我就是講民情是什麼 我們絕大部分台灣人的認識是什麼 就是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名稱 沒有台灣就沒有中華民國 這個基本的原則 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我說 好了 賴清德真是一個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希望他能夠成功 OK 並不是挑釁 是一種試探 我講了試探 進三步可能退一步 而一個中途的一個Benchmark 就是美國大選結果 希望大家要明白 整個局是這樣打的 這樣玩的 OK 繼續講香港的新聞 但是講香港新聞之前 我想都要轉個另一節和大家講 因為這一節講得比較長一點 因為要有些內動區別和大家分析 所以下一節再講香港新聞 請我做的 請問 請我做的 還有一件事情 請我做的 請你 感谢观看